每个月都要受六灾日都要受八怪灾界 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 这六天一定要受八怪灾界 不在庙里受家里也可以 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不受是犯戒 真的就是犯戒 另外一位居士问了 第一个 在家受八怪灾界要做什么仪式 第二个 受八怪灾界过无可食否 水果可饮蜜糖 八怪灾界 在家受八怪灾界就不像我们这个寺庙里 道场举行的这些八怪灾界这一套仪式了 在家受谱的八怪灾界就是一个简单的 忏悔 发阅 皈依 受戒 回向 简单的一个过程 那么过无当然不可以吃 水果不可以吃的 蜜糖水可以喝 一位居士问 弟子受此八怪灾界 自己有了功德 但会否对家长 亲属有影响 会否损害他们的福 你受此八怪灾界 按道理来讲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本身能够得到这个利益 不存在会省害你家里人的福 怎么不可能挂不上钩 自因自果 你如果修得好 甚至还可以回向给他们 他们还可以得到福 那他们也能够得到利益 当然这个利益 要看你自己的功德 大小 只有利没有害 知道啊 只有利没有害 你是如果能够受此八怪灾界 因为居士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经常梦见 已往生多年的亲人 是否表示 他仍在轨道中 没有去投胎转世 待我已不停在法会抄戒回向 本人每天也有用功回向 为什么还会这样 是否表示他还执着 今世情缘不舍呢 本人可以怎样做才帮助到 对于往生的这些亲人来讲 梦界 梦啊有很多种说法 梦有几种说法的 佛教里面对这个梦的解释 有几种 为什么会产生梦 第一个就是 日有所时 夜有所梦 白天有想过的 晚上做梦了 第二个呢 梦呢 叫先造梦 就是说梦到一些 没有发生过 但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后来证明 还真的发生了 这就是先造梦 第三个 你不能自己的身体有关系 身体有些神经衰弱 身体不好的人 他都发梦比较多 不一定晚上做梦 有些人白天的做梦 叫做白日梦 这有几种情况的 那么你梦到这些 你也不一定想到太多 他去哪里 我们没办法证明的 你也没办法证明 你又去抄戒 回向 都是很好的 圣中追缘 表达我们的孝亲 希望以这个功德 回向给他 能够早生净土 离苦得乐 表示我们一种心愿 只能这样制作 不要去太执着这一些 梦幻泡淫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有些道场的法师 爱写书 宣扬自己 如何救度众生 救度弟子 这是否有自我宣传的怀疑 佛教不是教导 我们要破旨 卖弄神通 这样做的话 是否如法 我们讲 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师 看同样一部经 他的说法 他的解释 他对佛法的体会都不同 那一位法师 他可能就试写 这一种菩萨像 他要写很多书 要宣传自己也好 怎么样子好 反正没有害人就好 我们不要想的太多 你不要说他为了自我宣传 这些 不要有这种想法 你看他的书写的 觉得有道理 你就多看看 你觉得没什么道理 我不信 那就不用看 释迦牟尼佛都说了 他说 我说的法 你觉得可信 可行 那你去相信 你如果觉得没有道理 那你就不要去看 佛陀在经典里面 已经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 音乐 福德都不同 包括出家法师 各个都不同 我们学的是佛 学的是佛法 不是学某一个人 他们讲笑话 这个现在很多足球赛 来球赛 很好看的 但是呢 男孩子跟女孩子 开这个足球赛 有点不同 男孩子 真的是在开球 女孩子呢 是开这个球心 各有取舍 那我们学佛的人 学的是法 不是人 依法 不依人 记住 这位居士问了 写在连往生连位上的众生 都能受益吗 当然能受益 一方面是你的发心 你有这个发心 要把这个人写在往生连位上 你都是一份善心 另外一方面 有这个道场 有三宝加持力 都能够得到回向 才能够受益 第二个 十方法界六道群灵 是不是包括 近虚空变法界的众生 还有更广大的吗 应该怎么样子写 我们这些普利的话呢 都是写十方法界六道群灵 这是普利的 就是普度 没有区别 不是说姓王的写王门 姓李的写礼服 等等 没有这个 普利十方的 可以这样子写 没问题 这位居士问了 请问晚上念经 是不是会有鬼出现 这样好吗 晚上出现的不一定是真鬼 白天出现的鬼才是真的 鬼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 懂吗 鬼是存在的 六道里面都有鬼道 但是这个念经 跟这个鬼出现 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要想得太多 我们念经呢 要回向一切众生 让他有机会 听经文法 能够得到利益 第二个问题 请问 这样子为逝去的父母超度 超度 这个是 浮调里面一个非常 通常的一个做法 清明 七月 这个都是 这些 做超度的 这个 很集中的一个日子 但是 对于你的 往生的父母来讲 他能不能得到操作 最要紧还是要 根据他生前的业力 我们现在为他所做的 都是一种助约 都是一种助约 有一些助约能够帮得到 有一些助约不一定能够帮得到 佛法不是万灵药 一贴就灵 都要有因有果的 当然了 你如果这父母 他懂佛法的人的 这七七四十九天里面 做是最有效的 那么 有些四十九天 因缘不具足 四十九天外 也可以 只要我们有这一份孝心 那么加上 对三宝的恭敬心 虔诚心 一定有所感应的 第三个 如果工作太忙 念什么经才表诚心 念经不一定是为了表诚心 诚心也不一定是去念经才能显示你的诚心 你心不诚不诚呢 不一定要靠念经来表示的 工作太忙 你念什么经 这个要看你个人了 我们是最短的心经也有二百六十个字 你如果忙 你说我二百六十个字也没办法 那就念六字嘛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念咒也行 这个不一定要局限于什么样子 念一部什么样子的经 这位居士问了 母亲在去年月月十三日往生 请问该怎样子超度母亲 才能够让母亲往生净土 这样我刚才的问题都有达到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是 请问一个人为什么会因气重 我总感觉身边有很多看不到的众生跟着我 是我前世杀业重吗 前世杀业重 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佛经里面讲 前世杀业重的精神 它有两个 两个现报 第一个是多病 第二个是短命 都表示你前世杀业比较重 你讲的什么阴气阳气 这个都不是佛教的说法 佛教没什么阴气阳气 这是道教的说法 你最要紧有正气就好了 你念三宝明就有正气的 有正能量 有天龙八部护持 你受持八怪浙界 受持五界 受持菩萨界 都有天龙八部来护持 就不怕这些东西 有也不怕 念佛 念经 念咒 跟他们接约 接善约 不要去咒他们 接善约 对这些众生呢 你要新成善念 你不要说 哪个咒语 去压他 去改他 不好 学佛的人是要慈悲心 跟他接约 让他也能够同入佛道 最好 好 这位居士问了 念经 心很舒服 念大乘经 点心 更加舒服 为什么 一天不念两三卷经 心里就不舒服 那很好 每天都能够念两三卷经 那就很好 你这个音乐 有这个时间空间 成就 都是很好的 学佛 也有很多种音乐 成就 有时间 有空间 很多种音乐 你既然有这种音乐 都是很好的事情 说明你心能够相应 与佛法能够相应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位居士问 对于出发心的人 法门正多 如何下手 出发心的人 法门正多 佛教说八万四千法门 确实很多 那么 如果从佛教的仪式来讲 比如说你摄持三规五界等等 慢慢来 那么你说要念经 念心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都可以去念 普门平 这些都可以 或者是静坐 每一个人都不同的 根性的 有些人喜欢静坐 有些人喜欢持咒 有些人喜欢做义工 各个都不同 法无定法 各有取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位居士问了 听法是慈悲开示 放生及护生功德 放生跟护生的 不同利益之处 放生护生 最要紧就是 我们不杀生 这个很重要 另外呢 能够做到素食就最好了 为什么佛陀 自我们就不杀生呢 就是要奔养你的慈悲心 人我一体 这个种概念 最要紧是 要有慈悲心 素食就是放生 素食就是护生 所以说吃素的功德 这个很大的 包括对这个环境 都是很大的功德 所以说 连国家总理 温家宝都说 他说健康素食 就是科学发展观 国家总理都这么说 现在的地球环境恶化 天灾人 天灾特别多 就是环境恶化了 你侵犯这个环境 环境就是来报应你 你对待它怎么样 它就对待你怎么样 你不保护环境 环境就来破坏你 所以说 是地震啊 海啸啊 很多灾啊 水灾火灾 地水火风 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素食的话呢 保护环境很 是一个 现在科学证明 素食是对环境保护 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为不需要什么投入 不需要什么设备 它能够保护环境 吃肉的 肉食的人 一公斤肉食 要 譬如说一只牛 一公斤的牛肉 或者一公斤的猪肉 鸡肉都一样 要像这个空间排放 34.6公斤的 二氧化碳 这是现在科学证明的 终结出来的 所以说 这个环境就大有影响了 所以说多素食啊 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功德 还有居士问了 在家做烟供和甘露诗诗 这样回向比较圆满 这样回向做烟供 甘露回向 回向嘛 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新月 你有什么样的新月 当然是善的好的 这个月 都回向嘛 回向呢 有包含着这个 有几层道理的 第一个叫回消向大 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的愿望很大 回消向大 第二个回事向理 回向 做的是一种事情 但是向理 理上去回向 第三个 回自向他 把我所做的功德 回向给别人 叫做回自向他 这回向它包含着这几层 毅力的 那么这位居士又问到了 做回向的时候 是否只帮亲人回向 那就看你发心了 你能够帮助别人回向都没问题 这就是表示 回向只是表示你一种愿望 这位居士问了 什么是天台宗 天台宗佛教的 我们讲的大称八大宗派里面 天台宗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叫做天台宗呢 因为天台宗智者大师 在浙江天台山 看宗立派 成立一代学说 所谓的天台宗 天台宗有依据的经典是法花经 所以也称为法花宗 佛教宗派里面最有特色的宗派 一个是天台 一个是禅宗 尤其是天台 叫做教官 双美 解形合一 就是说有理论也有实戒 天台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宗派 它里面很多毅力 不仅仅是有佛教的毅力 还融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在里面 那么天台山那个地方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 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地方 环境非常好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天台山去潮山 天台中的主庭叫国庆讲师 大家都可以去潮礼的 那些道场一进去 感觉气氛都不一样的 这位居士问 先生是佛教徒吃藏树 也是一个佛化家庭 小孩子也吃树 那么工作以前是厨师有杀生的 现在是素食的厨师 但是工作有障碍 要怎么样子帮助他坚持做素食的厨师 不要让他这座杀生的厨师 这也在于个人 首先要站在这个佛化家庭 非常难得 但是这个世间的事情 不如意识十有八九 识缺识美的事情很少 所以说我们要赔福 要积功德 就是这个道理 用什么样的方法 当然他如果是有受福法的影响 他本身自己对福法有体会 做父母的当然能够开导他 希望能够他坚持做素食的厨师 这是最好的 这位居士问了 想带朋友来放生 但他们对放生有好多争论 主要说在香港放生 因为水域不好 令放生变成杀生 如果不放生 就没有人来 来 谱鸟窃去卖 怎么样子开发 放生 我们知道是很有很大的功德 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佛教徒不要被人家误会成 佛教徒是不懂科学 我们也要科学放生 要知道的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该放什么东西 一定要搞得清楚 不然的话 真的放生变成杀生 有这种情况 比如有些人买了蛇到处乱放 山龟放在水里 淡水龟放在海里 那就是 那心是好的 出发点 好心办坏事 这个叫做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做的效果不好 要清楚 要科学放生 要有智慧 这个很重要 作为君师说 这个小狗给它医死了 自己很难过 很难受 我又不知道 你是不是受医啊 如果不是受医 这个狗 你怎么来去给它医啊 怎么个医法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定了 那怎么办啊 要自己好好做好自己吧 回向给它 令它能够离苦得乐 也不要生参恨心 你要回向它 不要生参恨心 最怕参恨心 人也好 众生也好 它也参恨心起来 它要报复你就比较麻烦 你要回向它 不要生参恨心 文经听法 让它离苦得乐 这位居士问了 为什么人会有生老病死 你说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世界的真相 生命的本质 必然的过程 人有生老病死 世界有生柱易灭 一些东西都有成柱坏空 这个是世界的真相 没有为什么 就是如此 我们必须去面对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子生 能够怎么样子过得安心 怎么样过得 让自己比较开心 比较自在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信仰 那么学佛就是其中之一了 你有信仰 对于生老病死各种开发 就不同了 一个信仰对人很重要的 加拿大有个多隆多医学院 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 他们这个国家 有五分之一的人死亡 是因为没有信仰 他如果有信仰 他可能不会这么早死 或者暂时不会死 有五分之一的人 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有死亡的 所以说 这个有信仰 没信仰区别很大 这位居士问了 诵经与超经文的功德 有分别吗 大家要理解这个 功德这两个字的意思 不要太神话 我经常讲 功德这两个字 分开两个部分 什么叫做功 无过便是功 没有过错 就是功 什么叫做德 无怨便是德 没有怨恨 你不怨恨我 我不怨恨你 那就是德 这就叫做真正的功德 不要讲到 一念经 一诵经 一超经 就跟功德挂上钩 不要这么功利 超经 都是为了求你的心境 不是为了求功德 这个功德也不是靠你求的 超经 诵经 自然有功德 功道 自然成 你不要去求 不要去想 也不要去分别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 读诵经文 应该集中 读其中一种 还是可以多读 同时多读 几种经文 对往生进度 哪种叫好 读经嘛 当然了 你读一部也可以 读几部 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有时间 有空间 有音乐 都可以读 藏经很多 三藏十二部 除了在家居士 不要去开出家人的戒律 这就靠 任何经论都可以的 那么你说 对往生进度呢 我们讲 往生进度 净土中 它有一句 像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大师子婆神念佛原通章》 这个都是净土中人 必须要读诵的 那么还有一些论 这往生论呢 《大批婆沙论》等等 这些都有 这个是净土中依据的经典 但是 往不往生进度 不是说 你读哪一部经 就可以了 或者就念佛就行的 我早上讲了 三种复的音乐要具足 三种复的音乐 这重复一遍 第一种 孝敬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师善业 第二种 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不犯威夷 第三个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送大乘 劝尽行者 这是《观经》里面的原文 三种复的音乐 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能做到 往生有份 如果做不到 不一定 你就是念佛念的最多 读经读的最多 也不一定 这位居士问了 请问修什么法门 又能够成佛为众生 又能够圆满现在人的生活 因为医悦 穷人 寺庙等等 需要钱 及身体等困难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 修哪一种法 又可以学佛上 又能够得到利益 那么为现在的人 又能够得到利益 这一种法门 我暂时还不知道 哪一种法门 你说 又能够成佛 其实八万世间法门 都能够成佛 就看你修不修得成 成佛为众生 又能够圆满 现在的生活 你这个不要把它分开 成佛也在这个生活中成佛的 成佛不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人成即佛成 佛法在世界不离世界觉 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 不要把它 学佛是学佛 生活是生活 把它分开两种就不好 学佛就是生活的其中一个方式 用佛法的一种理念 来掌握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是吧 不要把它分开 这位居士问了 在家中受持八怪灾戒 可以吗 没有请到戒本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戒本 你知道八怪灾戒 内容就可以了 不一定也有戒本 当然你知道 第1 2 3 4 5 6 7 8都要知道 不然的话怎么受 要知道 家中可以受 有佛没佛都可以 不要开这个佛像 没有共佛像也可以受八怪灾戒 心里面请念 佛在心中 佛不是像 佛不是像 佛不在像 我们讲佛像 佛不在像 这个要知道 心中一念清静 一念有觉悟 一念有慈悲 智慧心显现 那就是佛现前 你也可以观想 家中可以受八怪灾戒 这位居士问 现在学佛 菩提心主要 体现在对王者 对身边的人的关爱 有所忽略 是否有所偏颇 好多学佛的人 相互直接 也是不合作 不认可 这种现象正常吗 当然了 学佛菩提心 菩提心写下的就是 我们要求觉悟 求觉悟 什么叫觉悟呢 觉悟 觉悟就对我们 这个世界的真相 能够明了 一个什么样子道理 做人的道理 这个世界的 整种的现象 你要明白 英国的道理 要明白 这个就叫菩提心 不一定要 完全体现在 对王者 不一定的 菩提心 学佛的人 就是我们 就是 更好的 自己做好自己 更好的 自己做好自己 对身边的人 关爱有所忽略 最要紧 我们是要 要跟自己身边的人 你的关系 各方面和谐 才是学佛 不是说 选择 定不 第一员 体内的 船 我们是要 说 我们是要